第一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手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手在上面 左手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脊椎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 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做一会儿 就是右手的坐金刚拳 这个右手压着大腿的动辙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 什么三国金刚树一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 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 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在右手的话 左手就是做金刚拳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 可以说压着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 出三次勾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的 所作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拳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勾气 出三次勾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 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 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就开始念的 还有这个延齐舟 以诸佛菩萨的 这个三经长的这种 愿 融入你的这个信 获得这种降测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他就开始了 在那里做什么 对他来说 他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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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录你这种降测 对他来说 他就开始了 一顿 他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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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巴巴巴玉莉拉扎呵怎么想 learner 就 blew sinner啊 他也只会给你是想还是 他的 historian 然后呢就是为了就是你天边无际的一切行僧 让他们获得圆满正当局的果位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 在自己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上面虚空当中啊 就是大家一次高的地方呢 应该这个前半这个莲花上面啊 就是这个四字包座上 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 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 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 就心里面像就是啊 就释放诸佛菩萨的智慧众题啊 根本上师如意宝 您一定要锤炼我 加持我 让我的这个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 就是圆满成果 所有的密乱分别心呢 就是全部迁锁 获得这个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呢像上师你一样 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相续当中呢 能这个升起来 然后呢 就是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 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 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啊 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 就是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心来合掌 就是就是前面就是观想上师 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就是在他面前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你来而熄灭其他众生的痛苦 原文当中这样说的 云和此种损 诸旧顿生举 谁有此妙力出岸生欢喜 死亦妄恐及西间金刚树 愿意刺喜喜愿罪随秘咒 秘咒指的是金刚树菩萨 那么我们也依靠他你来回向善根 然后熄灭地狱众生的痛苦 下面都是用所谓的善根树菩萨 就是金刚树菩萨 观世音菩萨 然后文树菩萨 就是这三者菩萨的威力来熄灭地狱众生的痛苦 然后就是讲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普贤菩萨和虚空葬和地藏王 以及密立菩萨等我们佛教当中所成为的八大菩萨的愿力来熄灭地狱的痛苦 首先讲的是金刚树菩萨大家应该清楚 我们十方诸佛菩萨的所有功德归纳起来应该是智悲力 就是智悲力三者智慧和大悲心 还有力量 这三者没有的话 度化众生也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我们三护主的菩萨分别是 诸佛菩萨的智慧中介就是文殊菩萨 诸佛菩萨的大悲心中介也就是观世音菩萨 然后诸佛菩萨的殊胜力量 就是聚会 具足的这种本体是大食之菩萨 那么我们在密宗当中 大食之菩萨也叫做是金刚树菩萨或者说是密住菩萨 也有这样的说法 所以在这里 首先是依靠金刚树菩萨的威力 他的价值力 让地狱众生无量的苦难得以熄灭 是这样的一种发愿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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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地狱众生正在受苦的过程当中 他们也会感觉到 或者互相这样议论到 为什么今天突然在非常面目正临的 这些可怕的阎罗粤族 还有各种铁嘴的乌鸦 酒银 以及种种的这些空谱的飞禽和梦树 就突然就开始恐惧而逃跑 突然全部都逃跑 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 当时他们也是非常的惊讶 平时除了凶狠地残害他们之外 他们也从来不怕任何众生的 可是在偶尔的时候 尤其是金刚书菩萨的威力和加持的发光力 照射到地狱界的时候 地狱约族全部逃离十方 就开始金黄师座 会这样的 在这个时候他们感觉到 如是的殊胜威力 如是这样的光辉或者加持 谁的威力来导致的 而且平时地狱众生里面的 所有的处境全部是青海一片 连自己的死者 连自己的手脚身术都是根本见得到的 就像我们处于非常黑暗的屋子里面一样的状态 只能听到一些哭声 只能感受到身心的逼迫 除此之外 根本看不到光明和阳光 听不到 但是那个时候偶尔 整个地狱的众生界当中 出现明亮 光芒 同时他们的心里面 产生一种快乐 有一种欢喜心 这是谁的威力呢 大家都是 本来地狱众生也是没有互相聊天 互相交谈 交易 这样的机会都是没有的 但是那个时候 诸佛菩萨的这种威力 他们也有说话的 也有可以思维的空间 那他们这样坐视游想之后 他就看望他们自己前方的虚空当中 在这个时候 有福报的极个别的地狱众生 亲自在光芒当中 在火焰当中 能见到了所谓的金刚树菩萨 那些众生见到金刚树菩萨的时候 以欢喜心 心里面产生了无比的欢喜心 同时他们无始以来 所造的罪业全部顿时消除 然后跟着金刚树菩萨可以前往到 这个极乐世界 或者说是羊流宫 或者是其他的清净刹土去 所以我们在人间的时候 现在活着的时候 大家也是对念诵 金刚树菩萨的名号 或者他的信咒 信咒也很重要的 得到他的传承 或者平时我们经常念诵 金刚树 这样即使你转生到恶趣里面去 但是有时候 能想起来他的名号 或者说能观想他的身相的时候 就可以从中获得解脱 所以一般金刚树 它显得愤怒相的时候 我们当成佛教 当中经常有一面二比三摩 为梦的金刚树菩萨 大家清楚的 然后它在不受现愤怒相的时候 大势之菩萨 请问一下专辑菩萨 今天是在这里了 当中的一摩 本土是一些 感谢观看 观世音菩萨的威力 就是遣除地狱重生的痛苦 下面讲的一切诸佛菩萨的大悲 显现成观世音菩萨 就是以他的发愿力来熄灭地狱众生的一切痛苦 但愿让世间上所有受着严重苦难的众生 他们在受苦的过程当中也见到了观世音菩萨 那么见到了什么样的景象呢 本来大家都是应该清楚 热地狱为主的很多地狱里面 不断地燃烧着熊熊烈火 而且在里面成千上万的众生 每天都是在炖着 每天都是在烧着 感受无比的痛苦 在这个时候突然地 这些地狱众生也见到了 在虚空当中伴随着香水的 五彩缤纷的花雨 这个花雨从天上自然而然地飘落 降下来 然后降下来之后 就像我们现在的有些火坑里面 马上倒一桶水一样的 地狱的整个世界当中 所有的这些彻热的痛苦 这个火焰当下全部毁坏 全部熄灭掉 那这样地狱里面本来也是 无量的众生正在烧热 如果突然地将把地狱的火 全部熄灭的话 我们也是可想而知 在这种欢喜和在这样的快乐 是无法形容的 那么地狱无量无边的众生 突然以观世音菩萨的这种加持力 加下这个花雨 整个地狱的火 全部通通熄灭的话 那所有的地狱众生 一方面他们的真心 得到无法形容的一种快乐 同时他们也是极其的欢喜 然后他们心里面就想 平时他们日日夜夜 在地狱当中如是这种痛苦 而为什么今天 突然就把火焰全部都熄灭了 我们整个世界都是一片快乐 已经处于一种快乐的海洋当中 这是为什么呢 他们开始反反复复地思维 这是什么因缘呢 那么这个时候 他们在空中可以鲜亮见到 曾经你喜欢观世音菩萨的这种身相 全部在你的眼前出现 然后观世音菩萨的书里面的 我们汉传佛教的很多的经评当中 就是降下这个怀疑 或者说是他这个羊柳树的这种 这种撒下钢禄 就是撒下钢禄 就是熄灭就是地狱的这种 吃热的痛苦就是 这无量无边的这个地狱众生的话呢 就是一次而获得这个解脱 就是要稳住了 这个则是这样的 有点人的极限 再来的 Complete sytu数值 进行 implement里面的搭ss 就是这个手席 这不一样的狱伤 那么不败的 就是这种数换充 他们的 objects 那就是一个样子 或者更加在哪里 就是来说 走南起来 我也有加上 大家要加密研充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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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下面讲第三个是依靠文殊菩萨的威力来遣除地狱众生的苦难 愿与众有情欢呼见文殊 有蓬树来持无上有文殊 无极光灿灿以生菩提心 你能灭诸苦因乐护众生 这个是用祈祷文殊菩萨来遣除地狱众生的心理的忧伤 也就是说我们祈愿 地狱众生正在受苦的时候 也同时能见到或者说互相欢愉 悔患 互愿是告诉文殊菩萨来了 平时有关经典当中来讲 地狱众生有一些爱好的苦神 比如说我们有些哑巴 有些人就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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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除了这个以外 一般有实质性的语言他表达不出来 那么地狱众生也是这样的 他的苦神就叫得出来 然后互相一些可能害众生 骂人 互相买骂 这样的有些词语 他就象征性地可以表示 除此之外 没有一个真实的语言 地盘地狱众生是没有的 但是在这个时候 依靠诸佛菩萨智慧的总体 就是文殊菩萨具有无关法系的 文殊菩萨的威力 他的身体发出 灿烂的光芒 然后整个地狱众生 全部都得以照亮 因为文殊菩萨在相续当中 就是有着大慈大悲心的菩提心 遣除无量众生的痛苦 在这样的这种迹象照 在整个地狱里面出现的时候 地狱众生互相地开始告诉 平时他们见到以后 就见到了一些臭地一样的 生嗔恨心的 但是在当时的时候 依靠菩萨的这种加持力 互相不当是不生嗔恨心 而且很温和的语言来呼唤 说 我们的好兄弟们 好地狱众生们 女士们 先生们 然后请尽快地到这里来 我们的上方有着光芒闪色的大菩萨 这就是所谓的智慧文殊实力尊者 那么文殊实力尊者 只要能见到他 能听到他的名号 而且能忆念他 就可以遣除我们心的相续当中的 所有的无明 黑暗 以及贪嗔痴当 无毒烦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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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只要是有心的众生怎么会离开他 怎么会不恭敬他呢 他们都开始互相辗转高速这样之后 地狱的无量众生也是获得了一种快乐 文殊菩萨也不是一般的 他一般具足当时在地狱众生也是变成了美妙的悦意的无量供典 然后有成千上王的天女 天人对他赞颂他声于一切功德的歌声 唱出这样的歌声 那么同时像梵天 地狱天 成千上王的天将他们以珍宝无关的头顶 进行向他顶礼 在文殊菩萨的念足下面有无量无边的天人 阿修罗以及世间的众多的众生都在顶礼 那么这样的占据不仅是人类 而且天上以各种赞颂的话语 降临在他的文殊菩萨的无关上 还有文殊菩萨不但是具足了 如是不可思议的智慧 就是同小一切万法的智慧 同时他慈悲的这种泪水 责任着他的慈悲的双目 应该说是在整个世间当中 看见任何一个可怜的众生 那么就是他的无缘大悲心来进行摄持 然后我们随意念文殊菩萨 无始以来心里隐藏着的无明黑暗在异病 就像阎光普照的时候 整个黑暗当下取出一样 在心的相续里面会出现 能取舍一切二地的智慧 而且自己想生生世世 对众生的大悲心不断地增长 要祈祷观世音菩萨 然后生生世世利益众生的力量要强大 一定要自己不但是有身体有力量 而且还有心里有力量 有些人虽然身体很高大的 励志强壮的 可是心的力量很薄弱的 什么事情都不敢做 这是心里不够 我不但是有身力 还有心力的话 要祈祷大势之菩萨 然后我光有力量 光有悲心 还是不行的 需要有智慧 这样现在也是真的要祈祷文殊菩萨 您会用小妹的力量 然后我抱持你 我们也跟着很多大学心事提供 那么相互的大学的学校 之一 二 不能现实的 一一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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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用高手一层一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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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不会eddar一无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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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